好,又是來到通識Cantina的時間 今天由我Ben Yu,人民學會的副會長方世豪先生 繼續和我們探討中國文化發展挑戰和回應的問題 我們已經講過中國文化發展一路發展以來 我們遇到六次的挑戰和回應 中國文化我們看到在歷史上曾經有六次遇到不同的挑戰 所謂遇到不同的挑戰 即遇到有時是內部有時是內部 中國文化的發展會有些低落的情況 跟著中國文化的發展本身也會重新作出回應 而是一個興起的情況 中國文化自己本身一路發展下來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用這個挑戰和回應的方式來講 我們反省中國文化所遇到的挑戰 這六次的挑戰 我們看到中國文化過去所經歷的挑戰和性質 不是每次都一樣的 它的性質都有不同的 不單止性質有不同 而且程度亦都有不同 就是我們所遇到的挑戰 其實是一次比一次嚴重 一次比一次強烈 所以我們從這個發展來看 這些挑戰本身 就是他們自己都好像在發展這樣 他們的挑戰本身都是一路發展 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強烈的 這樣來發展 所以我們的回應也一次比一次艱難 一次比一次困難 但是我們看回結果來講 中國文化總算是能夠回應 有所回應 對於挑戰是能夠回應的 所以回應的方式 亦都可以說是一路在發展中 對於越來越難的挑戰 我們亦都能夠去回應到它 所以這個回應也是在發展之中 而且大體上來說 這個回應也算是成功的 好了 接著到了近代 這個辛亥革命之後 這個中國文化所遭遇的挑戰 就更加大了 比之前那六次更加大 每一次都是空前的 這一次也是更加大 空前的大 這個 而這個回應 我們從今天看上來 直到現在 仍然都未曾算是成功的 那中國民族 我們這樣看上來 這個好像是一個 都幾苦命的民族 竟然遇到這麼大的挑戰 一次又一次 為什麼不是這麼順利 為什麼這麼多挑戰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 就是因為 上天不斷給予我們這些 又重又強又大的挑戰 比我們這麼多挑戰和考驗 但是我們都一一能夠去回應 這個 也是一個很神聖的表現 這個 那麼我們中國 我們現在 所遇到的 就是所謂這個 內憂外患一齊度 很多時候都是內憂外患一齊度 這個 我們看回這個 清代到現在 這個 內憂外患一齊度 可以說是這個 這個 這個 由上次所講過的 清代民族主義的代表 太平天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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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 代表文化思想的 這個 這個 曾國泛羅澤南他們 這個 這樣來 代表著 一種 這一種 挑戰和 回應 這一種 就是 表示中國民族 文化 在原始精神上面 一種 合而為一 因為它一方面 就想維護 這個 傳統的文化思想 另外一方面 又想 伸展到 這個中國的 民族主義 它們合起來 就代表一種 原始的一種 中國 文化精神 但是發展到這個 清末的時候 就因為歷史形勢的問題 這種 原本 民族主義 和這個 文化思想 應該結合的一種 文化精神 就分裂了 做兩樣 一個 就是這個 太平天國 一個就是 互相對抗 互相否定 這個 出現這樣的情況 可以說 也是空前 沒有 未見過 這種情況 這樣分裂 這個 所以 到了後來 辛亥革命 這個民族主義 那個 回應 終於都成功了 這個 終於都推翻 這個 外族的 政權 這樣 所以辛亥革命 雖然成功了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民族主義 和文化思想 互相否定 這種這樣的情況 這個 就令到這個 中國人 那個文化生命 非常之疲倦 佛力 變成一種 這個 這個狀態 就是很累 真是無力 這個 因為這個 民族主義 和文化思想 本身應該結合的 它不結合 而是互相否定 這樣 出現這個 這樣的情況 中國人 那個文化 精神 文化生命 就變得 很奇怪地 變成 一個很疲倦 很無力的情況 所以這個 中國人 對自己的民族 和文化 慢慢失去信心 對於自己 覺得 他們紛紛 中國人 或者中國讀書人 紛紛覺得自己的文化 是有問題 這個 有毛病 或者這個 信不過 這樣 對中國文化 本身 是沒有信心 中國人 失去信心 結果 就出現了 我們近這一百年來 中國人 所出現的 這麼多的 內憂 內亂 所以這個 中國人 失去信心 就是 近這一百年來 中國人 文化問題 那個 根本原因 這個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們對中國文化 沒有信心 好了 而在這個時期 同時也出現了 很多不同的外患 因為我們不僅內部 文化出現問題 事實上 在政治上 也出現很多外患 就是所謂西方帝國主義 殺到來 這個 這個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 跟中國以前所遇到的所謂移敵文化 是不同的 這個 跟移敵文化的不同在哪裡呢 就是以前那些移敵文化呢 那個文化水平呢 很低的 所以他來到中國呢 這個呢 就很難用這個文化 來去統治中國 所以這個就是 元朝蒙古人不行 這個清朝 他來到 他都要用回中國人 傳統的那些文化精神 來去統治才行的 如果不是他統治不到那麼久 但是現在我們所遇到的西方帝國主義 那個文化呢 他們本身呢 是有一個相當高程度的文化 這個啊 這個啊 這樣 譬如這個以前 魏晉南北朝 唐朝的時期呢 我們也同樣遇到這個 印度文化的傳入 印度文化的挑戰 之前說過 這個啊 這樣 這樣 當時 中國人也都應付到這個 這個呢 印度文化傳入的挑戰 這個啊 這個啊 用這個中國文化 消化了這個印度的文化 這個 建立到這個啊 這個啊 中國啊 傳統文化 讓它豐富 起上來 啊 但是當時 印度文化的傳入 或者佛教的 文化的傳入呢 啊 他們呢 是一個純文化的傳入 是一個純文化的挑戰 啊 但是我們現在 啊 近這一百年來 中國所遇到的啊 這個西方帝國主義 或者極權主義的那個挑戰呢 就不是純文化的挑戰 啊 啊 這個西方的文化系統呢 啊 這個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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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啊 軍事啊 經濟啊 那些一齊來的 啊 不是純粹文化上面的 啊 這個啊 這個啊 抗日戰爭時期 啊 這個是日本的帝國主義啊 啊 他自己本身啊 啊 日本的帝國主義本身啊 他同時就是接受唐代的中國文化 和這個西方文化一齊來 啊 所以他文化程度都很高的啊 這個是日本的帝國主義啊 啊 所以呢 這些呢 外來的文化呢 啊 中國人見到呢 這個呢 很多時候都自覺不遇 中國呢 啊 這個啊 他們那個侵略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呢 都會說說呢 他們是符有一些文化使命啊 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呢 他們的文化是有相當高的水平啊 啊 這樣的說法呢 所以才能夠呢 是用一些文化使命的說法呢 來去說呢 啊 說這個 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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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略呢 啊 是有文化性的 啊 這個呢 這個要有高度水平才行 啊 這個啊 如果不只是軍事打就行了 啊 這個啊 啊 所以呢 我們見到了 譬如這個啊 西方啊 那些啊 啊 兵艦 開始進入中國了 啊 他們是跟那些全教士一齊來的 啊 這個啊 那麼他們的說法呢 就是呢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多啊 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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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還要帶來一些全教士來 我們就是要為中國人贖罪 同時啊 我們呢 還要在中國呢 和你們辦醫院啊 辦學校啊 這個啊 這個啊 他們這些是文化使命來的啊 這些很厲害的啊 這個啊 啊 那麼 日本人侵略中國都是 的 日本人侵略中國呢 這個啊 他的說法呢 就是呢 要保衛這個東洋文化 這個東洋文化呢 是包括中國文化的啊 這個啊 因為你們中國人 自己呢 已經不能夠保護自己的文化了 啊 那麼由我們啊 來到去啊 保衛啊 包括啊 這個啊 包括你們的文化啊 所以這個 日本人侵略中國 他的那個說法上面呢 都有一種呢 文化使命的說法的啊 這個啊 這個啊 啊 而這個 俄國的馬列主義傳入中國呢 啊 就是要中國加入去這個共產天國裏面 這個啊 正正就是覺得呢 這個啊 我們這個共產天國呢 那個理想啊 那個 這個文化理想呢 很正啊 這個啊 中國都要加入去啊 啊 為你們中國文化好的啊 都是這樣的說法的啊 這個啊 所以呢 所以呢 這些 無論是日本啊 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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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啊 或者這個啊 俄國啊 等等啊 他們那個 侵入中國的勢力呢 這些呢 都是一些外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勢力 所以他們不只是政治軍事 啊 經濟 他們更加有一種文化的 的 的 侵入的力量 很厲害的啊 這個啊 這個啊 所以在中國人看上來呢 他們這些外來的勢力呢 很厲害啊 這個啊 很有勢力啊 這種勢力呢 不單止是軍事經濟政治的勢力 還有理論啊 他們有理論支持啊 很厲害啊 這個啊 所以呢 一方面他們就侵略我們中國啦 覺得他是魔鬼啦 但另一方面呢 理論那麼強呢 就覺得他很神聖 所以呢 又是魔鬼啊 又是神聖啊 又像敵人 又像朋友啊 所以他們的說法呢 好像侵略 但又好像救主一樣啊 又來救我們啊 之類這樣啊 這個啊 令到中國人呢 眼光遼亂 這個啊 這個啊 所以中國人呢 有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有信的啊 講一講一下 覺得是我真是來救中國的啊 都不出奇的啊 這些看法啊 啊 啊 共產主義是來救中國啊 這些說法有什麼出奇的啊 當時很多人相信啊 都啊 啊 啊 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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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怎麽算好了啊 這個啊 眼光遼亂 臉色蒼黃啊 這個啊 三魂無主啊 七拍動搖啊 不知怎麽算好啊 所以呢 有些人呢 就反抗這個西方帝國主義 有些人呢 就歌頌這個西方帝國主義 一樣有的啊 有些人反日 有些人相信 日本這個文化 有些人呢 就這個 信這個馬列主義 也有些人反對這個馬列主義 這個啊 所以結果呢 當時呢 這些全部外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勢力呢 啊 都來到中國 那整個中國呢 就成為這種 不同的文化勢力的戰場了 整個中國變成一個戰場 那呢 就是中國人呢 啊 他們全部都想中國人呢 做我們自己的戰士 那結果呢 就是互相戰爭 那變成呢 中國人 打回中國人 啊 這樣呢 就啊 破壞中國文化 啊 就很厲害了 啊 而這個清代的皇帝呢 之前都講過啊 這個呢 就是呢 雍正那些 清代的皇帝呢 他的做法呢 都是要用中國文化來去破壞中國文化 啊 這個啊 但是現在呢 我們這個呢 呢 面對這個外國外來的勢力 啊 這個啊 近代的中國人呢 啊 就是以這些 他所崇尚的外國文化 或者他所依望的那些外國勢力 來去互相戰爭 互相欲搏 啊 中國人啊 我就信你這一套外國文化 你就信另外一套的外國文化 或者我就跟這種勢力 你跟那種 啊 那麼中國人之間啊 啊 就是這樣的方式 來互相戰爭 啊 互相欲搏 啊 那麼這些做法呢 全部都是一齊來去破壞中國文化 啊 等於啊 整個的中國民族呢 一齊去自殺 啊 這個啊 所以呢 這些外來的侵略啊 或者這些所謂的外環呢 結果就全部呢 轉化成為中國文化的內憂 啊 所以他們不僅是這個 在政治軍事上面呢 侵略啊 同時呢 在文化上面呢 也都破壞中國文化 所以變成中國文化的內憂 啊 所以我們近代所遇到的挑戰呢 就是這種所謂 內憂和外憂 二合為一 啊 啊 所以呢 啊 我們中國文化的生命啊 所遇到的這個挑戰呢 啊 又是空前未有的 啊 一個呢 大的困難 一個大的挑戰 啊 這個是相當困難 而這個大挑戰啊 到了今時今日 我們仍然仍然在回應之中啊 啊 能不能夠啊 啊 很正確地去回應它呢 啊 現在呢 還在發展中啊 仍然都是未知之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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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像西游記啊 啊 唐僧取經啊 這個啊 他都要經過這個九九八十一難啊 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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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難呢 就是這個唐僧呢 去了這個所謂小西天啊 這個啊 小西天裡面呢 那個是假法來的啊 這個啊 那現在中國文化面前呢 正正呢 就是呢 出現了很多這些啊 不同的這些外來文化 啊 這個啊 有些什麼帝國主義啊 什麼主義不是主義啊 很多不同的外來的文化 啊 啊 令到中國人呢 失去信心啊 令到中國人呢 就是好啊 仰慕這些外來的文化啊 啊 啊 這些呢 其實就是一些 很多時候呢 出現了所謂神魔混雜的假法 啊 這個啊 那 那假法呢 是很難拆穿的啊 啊 所以這一關呢 是很難過的啊 啊 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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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所以這一點呢 講起來呢 也都是相當感慨的啊 這個啊 這個啊 怎樣才能夠啊 過到這一關呢 是相當困難的啊 這個啊 不過 也都不是一定過不了的啊 這個啊 這個啊 因為這些假法本身呢 啊 它呢 是互相衝突 互相抵觸的 啊 這些 不同的啊 這些西方文化力量啊 或者一些外來的文化力量啊 本身呢 是會互相抵消的啊 啊 例如這個西方的基督教 和這個馬列主義啊 他們本身呢 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啊 這個啊 啊 因為這個馬列主義這個 無神論的啊 基督教是 主張一神的啊 這個啊 一定 互相抵消的啊 啊 或者這個啊 英美的個人主義啊 和這個 俄國的 極權主義啊 也都是互相抵消的啊 啊 啊 問題就是 中國人 在這種啊 互相對立 互相抵消的力量裡面呢 啊 啊 啊 這呢 只能在ulla 你這裏這裏呢 啊 這裏呢 你這裏呢 還有呢 啊 啊 那我們這裏呢 那裏呢 那我們這裏呢 那個呢 呢 啊 不能够站稳一会儿,跟着就找到一条正当的路一直向前走,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生命,其实我们有几千年的传统, 中国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自己本土里面自己创造, 而一路自己延续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之前说过,这是唯一的。 其他民族都没有是这样的。 我们面对不同的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挑战, 或者我们面对内部的挑战,以前一一经历过也都回应过, 中国文化也可算是身经百战,预纳到现在, 证明冥冥中,其实中国文化本身是有一个真实的生命力量在里面。 所以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挑战,就好像过去的那些挑战, 现在全部一起再来过那样,将以前所遭遇到的那些挑战, 结合成为一个最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文化,我们怎样去回应呢? 我亦都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经验是怎样, 将过去的回应方式,亦都来一个大结合, 用来应付我们今天的大挑战。 首先我们就要将这个挑战,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文化挑战里面, 那个神性的成分和魔性的成分分开先。 分开了之后,跟着再做这个回应。 既然我们的祖先能够成功回应, 我们应该都自信能够更加努力地去回应。 回应之道,简单说,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接受佛教那样, 接受了佛教,然后再超过佛教。 跟着就创出中国的佛教,转化了佛教。 我们就用这种回应之道来接受我们今天面对这个世界文化。 我们就要将这个世界文化里面, 有价值的部分,我们要超越转化它。 例如西方的科学或者技术, 我们就尝试用中国文化的革密置之的精神去接受它。 然后甚至将它加以艺术化, 用这个礼乐精神的恶的意义, 令到这些技术性的事物, 不单只是一些技术性的事物, 而且还有艺术性。 尝试是这样的, 将它这些外来的文化加以转化。 所以就将这种原本是纯技术主义的东西, 这些外来的纯技术主义的内容加以转化。 这个就是所谓中国人所谓成物的思想, 中国人以前讲的成纪成物, 成纪成物就是要将一些事物, 将它变成一个, 完成了它, 令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事物。 而正正就是用这种这样的思想, 令到这些事物, 原本它都有它自己的意思, 但我们将它令到它变得更有价值, 令到原本只是一些技术的器物, 变得成为文物。 也会用这个想法, 来到这个转化。 那我们也可以试试用这个想法, 超越这个马列主义的维物论, 将维物论转化。 又譬如这个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 那我们也可以引申, 用中國原本有的一個文貴的思想來接受它, 將它引入我們中國文化裡面, 加以轉化。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在這個民主自由的思想裡面, 我們可能就會再加入這個尊嚴洋能, 加入這個禮的意義下去, 將這個民主的意義更加超越地轉化, 轉得更好。 又譬如西方宗教下,基督教進入中國, 我們怎樣去接受它呢?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中國傳統文化裡面, 這個敬天的思想, 用這個敬天的意義來接受它。 例如我們中國人說三制, 三制裡面有制祖,制聖賢,制天。 這樣呢,制天, 跟西方的宗教能夠接上, 比較容易接受。 但是我們還有這個祭祖,制聖賢。 如果加起來, 看看能不能夠加以超越和轉化西方的宗教思想。 這樣呢, 這一種呢, 就是這個, 現在這個大約這樣說, 這個呢, 能不能夠用中國傳統文化, 來去轉化它呢? 這個呢, 能夠接受它呢? 這個是我們嘗試, 參考古代中國文化所遭遇的挑戰, 回應的方式, 來去如何面對。 現在我們所面對的挑戰。 所以呢, 基本上, 剛才這些這樣的說法, 在義理上面呢, 是有個當然性和必然性。 這個, 簡單說呢, 就是將這個西方的科學技術, 民主自由, 宗教思想, 全部加以黎岳化, 人民化。 就是好像這個日本, 民間的那些黎岳文化那樣, 有很多呢, 值得欣賞的地方。 那麼, 但是日本裏面, 那個民間裏面的禮樂文化呢, 其實很多時候是源出於中國的嘛。 所謂這個, 禮失而求諸野。 那麼, 我們就知道, 其實呢, 中國原本的禮樂精神呢, 是相當寬大的。 不應該受到日本文化的那個, 局促著的。 那麼, 所以一樣, 我們這個, 面對這個西方文化, 日本文化好。 我們都要承認他們的優點, 加以接受, 加以欣賞, 然後再加以超越, 和轉化。 那麼, 就令到這個西方的科學技術, 民主, 宗教, 能夠, 能夠這個, 禮樂化。 人民化。 那麼, 形成一個, 莊嚴闊大的人民世界, 和禮樂世界。 這樣呢, 就好像這個, 一個, 當年, 魏俊, 唐、 徐唐時期, 我們接受佛學, 將它這個超化, 和轉化, 用一種這樣的方式, 來去接受它。 這個, 讓中國文化, 能夠這個, 轉化到這種, 外來的文化, 而能夠這個, 接受到這個挑戰, 加以回應, 這個, 這個, 現在我們, 希望, 中國文化, 能夠這樣發展, 但是這個, 要這樣發展都不容易的, 那麼, 我們下次, 會繼續討論, 中國文化, 應該, 怎樣才能夠, 向著這個方向, 來去發展呢, 這樣, 好了, 今集的時間就到了, 下次再見, 拜拜,